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焚焰海骑长355,生霞68,蝴蝶55,飞猎手21,潮汐106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霞骑长香宝香飞猎手,潮汁一系,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东路研究寨 这下方的这个中书性标 这边是多那个使命必达的一些后续宝箱 那我们现在往北方向,西北方向 第一次短角,这边往前往前走 这边是还有一个任务 其实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任务列表里面的就有 你直接泡过来 打开任务列表就能看到 这个叫做枪头测试进阶挑战 就在这里,看到没 好,现在我们再去找NPC对个话 然后再来互动开始 就在这里,我们再去找NPC对个话 就在这里,我们再去找NPC对个话 好,我们完成挑战之后,这里出现了三个其他项 全都给它剪写了就收获了 拿到这三个其他项,然后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那我们现在来到路定名左边吧 这一个锚点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箱子啊 好,我们来到这一锚点 好,来了之后我们先把四条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我们进入这个房子里面 从门,从这边小门这里进去啊 进来右手边,这里有一道门 点击开关,把门打开 走进来,左拐 这边有一个电池捡起来 捡起来装在旁边 从这里进去啊 正前方有一个朴素其商箱捡起来 有机会派上用场 捡起来之后,我们沿着楼梯往上楼 往上走,上楼 好,一直走上来 这边是只有一条路 捡起前方这个电池 往前走 在我们右手边这里有一个 这个电池底座啊 给它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我们从这边走进去 这个门走进来,走进来 左拐 再走,再走拐 好,左拐这边又是一个开关 点击启动 把这个门打开 打开之后把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个电池抠下来 抠下来之后我们再回头 西方向丢了一遍 装在这里 然后再从这边走进去 走进来这个键 电池先不管它 我们过来 这里是一个开关 点击启动 然后再把这个电池捡起来啊 从那门出去 出去之后我们把电池丢下去 丢哪去了 怎么会丢到这上面 把它丢到一楼啊 丢到一楼 那在二楼的这个角落里面有一个 孙霞拿到塔 拿到塔之后我们就跳到一楼 好,跳到一楼把电池捡起来 捡起来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装上去啊 这里一个宝箱 拿到塔 木槿 拿到之后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房子出去 西北方向地图 走出来 走出来之后我们再把石条 转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绕开房子 绕开房子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往前走 这前面是 上一批实名必搭的一个 任务占用宝箱啊 过来 爬进去 好,这边走进来的话 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管子啊 这个管子的话我们把这个 直角形的这个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走 走过来右拐 OK,他撞到这里 好的,那我们再回头 回头走回来 走回来 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又是一个直角形的管子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往这边左拐 这里我们 旋转两下啊 旋转两下 三下 装到这里 好,这样就解锁了这个旗舱箱 开启的 拿到这个旗舱箱 打开地图 我们传送回到 洛丁林左边 这个锚点 好的,传送回来之后 往我们的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 这边走 这棵树的方向 从树的背后爬上去 上来 这是一个射击训练啊 来打一下 好的,拿到这一个 从基准箱上 超过 拿到这个旗舱箱 再往南方向 跌出下方 这边走过来 这里直接跳下去 跳下去 左手边 这里有一波怪 把这波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基准旗舱箱 进行 拿到这一个旗舱箱 再往西北方向 地图左下角 这边往前走 在前方这里 有一个潮汐之仪 好,来 我们把这只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有机会排场 拿到这一个奖励 再往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 这边走到 全亚 走到这里 跳 走到这里 下来 下来右手边 这里是一波怪 我们来把这波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基准旗舱箱 拿到这个旗舱箱 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 这边往上走 好,这里的话 有一个 这个什么解密 这解密我们 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 这边走过来 这个炸药包 炸药包过来 压一个 然后南方向就下方 空物压一个 好,最后来 我们自己跑过去 自己跑过去压一个 再掏出枪手角色 这边三根柱子 三根柱子 哎 哎,这边这根啊 在这背后 在这箱子背后啊 三根柱子全都打了啊 结束 箱子 拿到这一个 从基准旗舱箱 拿到这个旗舱箱 往南方向就下方这边走 这里前方是一个打怪的挑战 过来做一下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 基准旗舱箱 排舱用场 拿到这一个旗舱箱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角这边往前走 这里有一个营地 好,这边营地里面是一个正手箱 好,来打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精密旗舱箱 请用 拿到它之后 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 地图左上角 这里我们走到悬崖边 直接往来跳 走到悬崖边 直接往来跳 地图 好,那跳下来 在脚底下这里有一个 易碎的石头 过来把它打碎 好的,打碎里面一个朴素旗舱箱 捡起来到周外的时候 捡起来这个旗舱箱 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走 这里沿着路右拐 右拐 这里有波 能看到一波怪 把这波怪清一下 好,清了怪之后 这个空物就解锁了 你捡起来这个空物 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把它带过来 右手边 这里是它的底座 给它放在这里 好,那继续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第二个空物 好,来把这一只怪打掉 好,清完怪捡起空物 捡起空物回头 把它带到底座这里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往前走 前方这里是第三个空物 好,这个的话我们 站上这个底座 自己站上底座 然后回头 把两根柱子打一下 用枪锁角色 好,打了之后空物就解锁了 再捡起空物 回到底座这里 给它压上 然后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跑过来拿箱子 有机会拍箱 好的,拿到这个奇藏箱 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来到焚岩海中间这个锚点 好的,那前方我们正前方有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的话是要做完使命必达之后 它才会出现 好,这里我们点击启动 好,然后在什么120秒之内到达目的地 这里又勾着 好的,到达目的地出现 辅速奇藏箱剪甲 捡起来对于奇藏箱 在我们的旁边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有一个装置点击激活 这里会出现这样一些钩子 往南方向就下方 跟着钩子往对面钩 钩两下 然后往前飞 飞到前方的平台 飞到这个房顶上 在这个房顶上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里有一个弹弹箍 好,跳起来 然后在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勾着勾物来 继续往前勾 再勾 好,勾到这一层 再把四条转到我们的北方向 地图上方 在前方这里有一个封场 这边 爬上栏杆 然后飞到封场这里 好,飞到封场这里 好,接着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好,这边从墙这里爬上去 好,别急 恢复一下体力 你也有体力 那个什么体力花 你直接吃了就接着往爬 好,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继续往上爬 好,一直爬到顶 爬到顶 好,爬到顶部 那我们在顶部 这边有一柄剑 永夜长鸣是一柄四星的刀 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可以拿一下 这是一个四星的刀 好,那现在我们站在顶部 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走到 走到这个楼顶旁边 然后在我们对面有一个房子 直接往对面飞 飞到对面那个房子的房顶 飞到这边房顶 房顶这里有个溢碎的石头 下来砍碎它 里面是一个朴素骑长巷 物尽骑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好,那我们先飞到对面的路上 东方向地图右边吧 东方向地图右边 飞到对面的路上 然后对面那个房子 对面这个房子的房顶 对面这个房子的房顶 主要是房子的房顶 好的,那现在我们稍微走到高一点的位置 走到它接近它一点的位置 好,然后从这边 好吧,直接往上爬 起力应该是够的 好,直接爬上来 在这个房子的房顶 有一个朴素骑长巷 后来拿到塔 有机会派向用场 好,那拿到这一个起糖巷 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我们跳回到前方的路上 跳回到前方这个路上 好的,爬上南杆 好的,我们爬上南杆 然后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直接往前飞 那在我们屏幕左侧 屏幕左侧 这边有一颗生霞 别着急 生霞的前方有一个平台 生霞的前方有个平台 平台上有一个灰光起糖箱 灰光起糖箱 这个起糖箱 我们从这个位置先摸一下 摸一下 稍微往上爬一点 稍微往上爬一点 然后直接跳过去 这是一个一堆红明怪 80级的怪 这里的话 你们如果打得起 就打不起的话 自己不要点 反正我是打不起 带你们来看一眼 好,然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我清线了 南方向地图下方 我们直接飞过来 把这个生霞拿到 哎呦好危险 好,那拿到这个生霞 我们这一批就结束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